中秘书 恭喜恭喜 这回竞标 您总可是大出风了 哈哈哈哈 这得感谢刘总 高抬贵手啊 不然 这次竞标 哪能那么顺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再过两个月 就搬出去了 嗯 上次招聘会已经找到合适的公司了 等到毕业我就跟我们上上班 那你工作了 岂不是就没有时间陪我了 傻瓜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等你毕业了 咱们就一起工作 一起奋斗好不好 好 那这么说定了 你可要等我 还有 要是有女孩喜欢你追你的话 你不可以一心一意的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可是一心一意的 你看看大学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多看别的女孩一眼 是吗 我不信 来来来 来 不好了 来 你小心点 小心点头 小心 坐好 来来 喂 小蔡妈 林总合作了 你过来军林酒店接下她 一码的赶紧过来 我不信 我不信 不闹了 天色都这么晚了 都送给我警示吧 我不 我要你都陪我一会儿 好了好了 不闹 就接个电话 喂你好 是钟敏秀女士的儿子 卢泽吗 对 我是 请问您是 我是警察 麻烦你到北斗医院来一下 你妈出了一点状况 什么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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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孩子 坚强点 我想你妈妈也不希望 因为她的事情 让你难过 你妈妈是我的秘书 也可以叫我林叔叔 你妈妈的事情 警察正在调查 不过你放心 我们公司 怎么样也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叔叔 你先出去吧 我想 我想一个人 被我妈带来一股 好 别再难过 我是李警官 负责你妈妈这个案子 人都已经走了 你就节哀吧 我妈怎么突然就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 她傻的可能 她傻 谁啊 是谁啊 你冷静点 我们现在呢 正在调查 你放心吧 如果说你妈真的是 她上的吧 我们肯定会竭尽全力 找出凶手 玩她一个共同 对了 刚才那个人 就是你妈的老板 叫林天勇 你对她 有印象 好像有点 那么据你的判断 那个林老板和你妈 除了过瘾关系之外 还有其他关系 其他关系 您指什么 也没有特指什么 任何形式的其他关系 都是成立的 你懂吗 没有 肯定没有 我妈都不是那样的人 好好好 你冷静点 这样 明天早上 你到警察局来一趟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要跟你核实 儿子 回来了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黄焖鸡 我 都给你说了多少次了 脱了鞋 不要乱扔 哇 哇 哎 妈问一下那个李警官在不在啊 李警官在 大一层居时 要不你在那里坐一下嘛 哎 好 谢谢啊 你是 林天勇的司机 是的 之前 是你打的电话报的警 是 那好 你说说当时的情况 因为那天堵车 我比预计的九点钟时间 晚了二十几分钟 为了节约时间 我急往从楼梯 冲向了地下车库 没想到在地下车库的 底楼拐角处 我发现钟秘书 衣服淋乱的躺在地上 没有了呼吸 于是我就抱了请 那天我喝多了 在卫生间里面吐 正好碰见了我公司的同事 徐文松 对 当时他是在厕所里 而且吐得很厉害 我才对我老婆打电话呢 我只有通话记录 不信你们到时候查一下 车库的录像显示 当晚九点零点十分 你和钟敏秀一起到了车库 后来他突然离开小车 走向了楼梯间 这你怎么解释 我记得好像 那天是我让他去拿什么东西 是 是什么呢 我那天去是喝多了 记不起来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人在车上 听到外边很吵 我就去看看 没想到 都没说到 都怪我 我那天 我那天真不该带他去 也不该让他喝那么多酒 我说 我说 孩子 是我对不起你妈 我那天就不该叫他去 也不该让他喝那么多酒 要不然就不会 就不会 我先过去了 去吧 好 莫格 来 坐 李警官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妈 已经依三步着 停止了呼吸 据我们初步判断 你妈在生前 应该是遭到了性侵 什么 性侵 凶手在哪 凶手在哪 你冷静一点 通过试检报告的证明 你妈的直接死因 应该是心肌炎 引起的心源性猝死 心源性猝死 心源性猝死 是指急性症状 发作以后 一小时之内发生的 你一时 突然丧失为特征的 由心脏原因 引起的一种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 怎么可能啊 我妈 我妈都平时身体好好的 怎么可能自然死亡 我们并不是说 你妈妈的死 跟那个歹徒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认为 你妈妈是被 歹徒袭击以后 引起了心脏病突发 你们抓到嫌疑人没有 有关人员 我们正在审礼当中 是谁啊 你妈妈是我的秘书 你可以叫我林叔叔 你妈妈的事情 警察正在调查 不过你放心 我们公司 怎样也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李警官 有没有可能 是那个林老板 你说的是林天勇 当时呢 他的确是喝醉了 是你妈 扶他离开的现场 最后到了车库 林天勇就是你妈 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不过就凭这一点 我们也没办法说 他就是歹徒吗 再说了 你妈遇害的那个通道 正好是监控的盲区 我们没有你妈遇害的 直接证据 请相信我们 一定会调查清楚 还你妈妈一个公道 天勇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您可以在拨打的手机号码 据我们初步判断 你妈在生前 应该是遭到了信息 林天勇就是你妈 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你干什么呀 林天勇 你干什么呀 林天勇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小子 先生你你怎么了 啊 没事 哦 哦 哦 请说 那个 那个报纸哪来的 之前乘客留下的 给我 拿给我 哎先生请问你找谁 找林建勇 那你有预约吗 预约什么预约 他不能进林总的 你起来 哎先生林建勇 林建勇 你给我出来 哎先生有什么好好说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林建勇 林建勇 怎么回事 啊林总 这个人不要见你 拦都拦不住 到了 林建勇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 交代 我妈妈是不是你害死的 什么 你 你误会我了 其实 你那天是不是在安排现场 是不是 是啊 我那天确实在现场 但是 我那天是真的喝醉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明明就是最后一个见他的人 凶手不是你还是谁 我 我怎么可能 哎 有监控啊 再说了 我有什么理由去杀害他呢 理由 你要理由是吧 这就是理由 这 这明明是造谣 是误陷我 报宝 诬陷 这种寒山摄影的消息你也能信 不 我去找这家报纸的编辑 去哪儿 文太友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跟我去公安局 你走 你干什么 走 走 你干什么 走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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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要讲证据 你妈妈的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系 没关系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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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妈报仇 你冷静点 我妈报仇 我给我妈报仇 冷静点你 我给我妈报仇 我要给我妈报仇 啊 林天勇受了伤 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才恢复过来 然而 他跟钟敏秀的传言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沉沉打击 让他无心经营 最终公司破了产 而另一边 卢哲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你 你怎么来看我了 对不起 我到现在才来看你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你现在一定很难过吧 没事吧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要结婚了 若兰 你就别给我开玩笑了 你看咱俩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 咱不说这些 我没有开玩笑 我真的要结婚了 为什么呀 你不是今天刚刚打学毕业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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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我就坐两天了 你等我出去 我就 不折 我 是真的 我知道了 你走吧 对不起 我 我 走了 就这样 女友苏若兰 在卢哲入狱期间 也跟他分了手 两年后 卢哲出狱 他本想再找到林天勇讨说法 却听闻 他的公司和房子 都已经卖掉还债了 无奈之下 卢哲只能一边 在一个餐馆打零工 维持生计 一边打听林天勇的消息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没认识吗 他 他是我大学同学 哟 我是卢哲 我认识 钟秘书的儿子吗 你认识我妈 谈不上认识 就是打过交道而已 我听说你妈死得挺惨的呀 怎么 还没找到熊熊吗 现在还没抓到 那是 我就算是绝地三尺 我也得把他揪出来 对 是应该的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跟你说啊 还有事 别聊太久了 他是这样的 你别介意 没事 我还犯不上为他这种人生气 倒是你 你怎么这么傻呀 像他这种不懂礼貌 趾高气昂的人 值得你拓付终生吗 我先走了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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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来 下来 怎么敢 没事 你跳下来 我接着你 啊 彤彤 彤彤 宝贝姐 我怕 彤彤你别动 姐姐来救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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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 你妈呀 没事 让我来 啊 小朋友 嗯 彤彤你别动 你等了 来 小朋友 你靠这边一点 别动 啊 啊 小心 哎 啊 彤彤 彤彤你没事吧 彤彤 没事 彤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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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彤彤 你没有伤到哪儿啊 啊 彤彤 我 我没事 啊 那就好 谢谢你 你没事吧 我也没事 你有事没 没有 来 我扶你起来 我自己来吧 小心 哎 你是不是伤到骨头了呀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 什么呀 你要是不去医院看看的话 要是以后落下病根怎么办呀 哥哥 去医院看看吧 走吧 走吧 来 来 扶你 慢点 来 涛涛 慢点 啊 啊 这应该是个轻微的鼓列 哎呀 真的没什么 我就是路过 顺便帮你们一下 哪有帮忙 就帮到医院了呀 嘿嘿 哎 对了 你叫什么呀 啊 我叫卢哲 哦 我叫林飞 这是她的 你们 是姐弟 嗯 对啊 来 你们先到二楼 去把会见了 好的 孟楠 你看我在新买的口红怎么样呀 挺好看的呀 那你老公这个月 可得吃土了吧 哪能啊 我今天死鬼才舍不得给我买呢 做自己咱能半个月才买的 对啊 对啊 真是羡慕你 嫁个好人家 又有钱 又疼你 是啊是啊 我今天死鬼 要是有你家熊松一半好 我就自足了 其实 他也没有你们说那么好 从结婚到现在 一天到晚在外面喝酒应酬 一回家 全是香水了 那你可得看起呢 这男的呢 一有钱 可不是这么好事 要不 你赶紧给她伸个娃 好呀 你又瞎说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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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费过来 你费过来 我以为太多了 早就这没有吃 了 我想 人参与 我 然后你费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导致你受伤的 没事 一点都不疼 就是行动点不方便 来 赶紧进来坐 你一个人住啊 两年前 我家就我一个人了 两年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小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和我妈妈相依为命 结果两年前 两年前我妈被人害死了 警察说证据不足 抓不到犯人 怎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警察也尽力了 可是我就是不甘心 你别这样 我相信 法律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咱们别想这个了 说点其他的吧 其他的 就比如 比如涛涛啊 涛涛 涛涛怎么了 其实 涛涛涛是个孤儿 他爸爸妈妈 几个月前出车祸去世了 也没有其他的亲人 所以最后 就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涛涛还小 他也不明白 他的爸爸妈妈 永远都回不来了 也没有人 愿意告诉他这个 毕竟 毕竟真相太残酷了 那 你领养他了 我家之前条件还行 但两年前 家里出了点状况 家里的企业就破产了 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 去领养孤儿 我只是在孤儿院 做义工的时候 认识涛涛的 碰巧 他还挺喜欢我的 所以我就常去看他 最后 我索性直接在孤儿院 当了全职老师 我想 涛涛应该是把我 当作他最亲近的人了 你要相信 只要你有一颗向往幸福的心 再不幸福的人 都会变得幸福的 知道吗 我去看吧 我来 你坐吧 我找卢哲 他不是住这儿吗 你 你怎么过来了 这位是 你别误会 我跟卢哲 也刚认识没几天 那你们先聊 我就先回去了 我拿一下吧 记得换药 记得换药 坐吧 你腿怎么啦 你腿怎么啦 没事 前几天不小心摔了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听说你在向沈然打听我 我想你可能还住在这儿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你 现在过得怎么样 反正就那样呗 其实 这两年在里面的时候 我一直想见你 可是现在咱俩见了面 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 我早就知道 要是我给不了你幸福 你迟早会跟我分手的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你会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离开我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你看 咱俩现在不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我现在只想给我妈报仇了 所以即使我过得不快乐 也无所谓了 我没那么说 我没那么说 要是你现在过得不顺心 或者有什么难处的话 你就跟我讲 能帮的 我尽力多跑 我尽力多跑 你腿伤还没好吧 没什么事 试高拆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不过 顺便过来看看涛涛 涛涛在里面呢 不过今天是周末 你不陪你女朋友啊 就别取笑我了 我哪有女朋友啊 那 那天去你家那个 那个你误会了 结婚好久了 那咱们进去吧 进去看涛涛 哥哥 涛涛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鸡仔 他也没想来都给你拿好了 涛涛你记得啊 有好吃的也要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吃 这样才是好孩子知道呗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啊你去陪他玩吧我说说东西了 我帮你 我帮你 不用了 你腿伤还没好呢 没关系啊我打扫又不用腿 而且我现在也算是个孤儿了 也算是这里的一份子 那好吧 涛涛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卢者内心的共鸣 他经常在打工的闲暇时间看望涛涛 一来二去 他和凌飞 愈加的熟悉 两个年轻人的心也随着他们的相处而渐渐靠近 林老师好 卢同学好 菲尔你周末有时间吗 有啊 怎么了 我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我工作那家店的老板 周末下午没时间去电影院 他就给我了两张电影票 我估摸着你周末应该有空 所以 所以你是因为没有人陪你看电影 所以才约我的吗 哪能呢 我就是专门想请你看个电影 这也差不多 林飞过来一下 有点事麻烦你 诶 你等我会儿 诶 你等我会儿 诶 这是他的 我家这件条件还行 但两年前 家里出了点状况 家里的企业就破产了 回家了 回家吧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你刚刚手机响了 嗯 我爸 一会儿我给他回过去 我好像之前听你说过 你家里有一个公司 然后破产了 怎么回事啊 嗯 我当时 刚好在国外留学 去起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家里欠了挺多钱的 不过还好 后来我爸问他朋友凑了些钱 我以前在东郊的工业园区 开了一个小超市 现在债也差不多还清了 那 那平时怎么没见你回过家啊 我家里人 不太理解我的工作 有一次 我和我爸吵了架 我就搬出来了 平时要没什么事 我也很少回家 哦 怎么了你 怎么突然感觉怪怪的 啊 没什么 随便问问 没事而已 我去上来厕所 老天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为他居然是林天勇的女儿 慢走 啊 嘿嘿 老板 啊 嘴包吗 有 在那儿 卢泽 没想到啊 你林天勇还有今天 哼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们都不要再提了 哎 孩子 你过得好吗 有需要帮忙的吗 不要再提了 你跟我说不要再提了 一想到你杀害我妈 每天还能在这逍遥的过日子 我就恨我自己太无能 哦 那 这不就是我们那天参加酒会的照片吗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啊 对了 这照片是谁给你了 肯定就是他想栽赃我 他肯定就是凶手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说我想干什么 陆子老 我劝你冷静点 这样会害到你自己的 害到我自己 你害我还少啊 你杀了我妈 还害我坐牢 你要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才相信我 你妈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去找机会我闭嘴 我不想听你的鬼话 别干什么 林天勇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但是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会让你尝吧 失去亲人的滋味了 老头子 你怎么了 这刀怎么回事 啊 啊 没事没事没事 与林天勇的再次接触 让罗哲心头复仇的欲望暴涨 但是他明白他的冲动只会让他再显牢狱之灾 满脑子都是让杀母仇人受到制裁的罗哲 开始盘算着如何利用林飞来达到报复林天勇的目的 老头你看 这个呢 是他的叶子 这个呢 是他的根茎 这里就是他新长出来发的娘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这个就像小鹏一样 好 哥哥 你们想我呀 你们想我 你们听姐姐话 好了好了来 下来去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面粉 肉馅 还有擀面杖 桃桃喜不喜欢吃饺子呀 喜欢喜欢 想不想包饺子玩 想 桃桃 你要是想包饺子的话 得先洗手知道吗 嗯 包饺子 我包饺子 谢谢你啊 每次你来 桃桃就这么开心 你这是个善良的人 不去包个饺子吗 小事一桩 那以后我就有口福了 好 好 我先洗手了 贝尔 你 你真漂亮 我想给你拍张照片 好吧 怎么了 我不好看吗 没有 我 我找个角度 准备好了吗 嗯 最近我听说 那女人的儿子 还在四处打听他妈妈的事 难道你发的那些照片和视频 都没洗脱了 怎么可能呢 我亲眼看到那小子 找到林天宏的东西家 他肯定是怀疑林天宇嘛 反正我不管 如果他来找我个麻烦 我就找你的嘛 你亏空的账目 我就帮不上忙 要不然 我再给你加把火 我再给你加把火 就找我 你那个 你是 你好 你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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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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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好声 这么说 那小子真的是和林天有好声了 当然了 他俩还动手来着 我亲眼看见姓林那被气得浑身发抖 好 那我们算是两亲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只要我能让你小子成功的怀上林天勇 你就帮我摆平 我剩下亏空的一些个账目 我可没有答应你什么 调查组正在场账 这节骨眼上我还帮你 我是找死了 反正之前的账目 我也帮你钱上了 剩下的也不多 只要你认错态度好点 就算被查到了 进去 也关不了多久 一辈子 是没得商量吗 林松啊 不是我这个当哥的不帮你 这两年来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面清楚 目前这个情况 我自身难保 你就不怕 我在牢里面把你 当年害死忠秘书的事 一一给拖出来 你又 又危险 有意思吗 要不是为了求你当着我的面 把那些照片和视频给删了 这两年我会帮着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填补亏空吧 现在那些视频都删除了 你还拿什么微信吗 大哥 要与时俱进 现在都什么年代 我在山脚之前 我不可以拷贝吗 我还可以把它刻成光盘 很多的光盘 你太卑鄙了 我卑鄙 我用你卑鄙吗 你可以卑鄙的去猥亵一个女人 把她给害死 你可以卑鄙到我在里边坐牢 你在外边逍遥快活 姓刘的 你这算蛮大错了 好 你去靠我 你去呀 当初那个事情 你算是作为证 弄大点还可以说你是嫌从犯罪 这两年来你亏空了多少账 你自己好好算算 会判多重的罪 我进去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非要论个鱼死往后 好啊 我放牌 阿玛 他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你怎么了 你闭腿 我真的烦得很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滚 没空理你 你这样对你老婆有意思吗 你觉得你很有成就感是吗 滚 啊 还有一个月 就是您的期日了 虽然林天勇 虽然林天勇 还在消耗法外 但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谁啊 谁啊 是我啊 啊 等一下啊 你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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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腿好些了吗 你腿好些了吗 没什么大事 一个人喝酒啊 心情有点烦 那正好 我陪你 你怎么也想喝酒啊 你 你女朋友啊 妈 其实 你女朋友挺好的呀 行了 不说她了 这么完了 你在我家 以前也不方便 我送你回去吧 能别赶我回去吗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而已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一同学 让我去做投资 我通评戏凑凑了些钱 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 然后我爸妈筹钱打算帮我还债 你知道吗 要不是许文松的话 可能我现在在哪我都不知道吧 是 我在你最无助 最需要我的时候 离开了你 可我那也是被逼无奈啊 我是喜欢有钱人的生活 我是贪慕虚荣 可我那有错吗 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特别的喜欢银串珍珠项链 可是我每次在你面前提起的时候 你都是无动于衷 我知道 你有你的难处 所以我再委屈 我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你总不能让我每次遇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都要忍住吧 我只是不想再过那种 我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每次都要省吃俭用 每天都过着那种特别节约的生活 你明白吗 难道这样我也有错吗 难道这样我就不配再拥有爱情了吗 也许 这就是报应吧 我走了 你不用再送我了 我走了 你怎么了 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啊 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也没什么 就是 你爸来找过我了 我爸 我爸怎么知道 那 那他说了什么呀 他也没说什么 就是说咱俩不合适 说我是个坐过监狱的人 他也不让我告诉你 我爸太过分了吧 他怎么能 怎么能这样说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哎呀 没事 不行 我还是得找我爸谈谈 哎 绿飞 你听我说 我觉得吧 你爸也是为了你好 他要是为我好就应该祝福我们 而不是背地里来找你来拆散我们 我晚点再来找你 绿飞 你听我说 绿飞 绿飞 对不起 我也不想骗你的 都是你爸逼我的 你爸逼我的 你acht 你 喂 你手机拉我这儿了 行 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行了 东西给你送到了 我先走了 喝杯茶再走呗 正好许文松从云南带了西普尔茶回来 茶就不喝了 我怕别人说你闲话 我还是走了 就一杯茶的功夫 正好感谢你给我送手机 要是你着急的话 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也对 咱们还是朋友嘛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记得跟我说 能帮的 我尽量多帮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他怎么在这啊 别胡说八糟 光天化日之下 你在我面前勾到别的男人 偷人 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过分 我没有 你干什么呀 我去过来送东西的 你别误会了 误会 你他妈的是来送人的吧 你个王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你能不能别动手 我吹死他 是吧 你个小崽子 以后在我面前 别他妈没大没小的 他只是来送手机 送什么手机 你就是一婊子 你希望别人把你当婊子 一样被弄死吗 我亲眼看到他妈 被人活活的给玩死的 别说了你喝多了 喝什么多 陈总 你怎么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 我说你妈就是一婊子 你就是一怂包的 你他妈的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干嘛还买蛋糕呢 妈 生日快乐 小子啊孩子 你收入也不高 干嘛花费钱呢 妈 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你去陪他聊会儿天 我做饭去了啊 对啊 过来厕所 你最近 是不是谈恋爱了 你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 我只是问问 我看你是到别人家里 去问的吧 别人家里 爸 你还要装作 你不知道吗 人家卢哲是为了 替母亲报仇 所以才进到监狱 他是个好人 你这样去问人家 你知道人家 有多伤心吗 飞儿 听爸一句话 千万别跟那个奴人来往 为什么呀 你和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和他 我都是成年人了 我和谁谈恋爱 是我的自由 他只是利用你 他只是想 你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爸 我就不明白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难道你还要讲究门当户队吗 反正我不管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就认定他了 你给我站住 你找头子 孩子 你爸也是我老的将来考虑 喂 好 我马上过去 孩子 你吃到饭再走吗 然后我改天再来陪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别管 我去看看 陆泽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刚出来半年 又给我认识 你还现在脑里没带够好 我 幸好人家不计较 要不然呢 你这有前科的 肯定会重重处罚 对了 李警官 我向您汇报件事去吗 什么事 说吧 就是 我跟那个徐文松争吵的时候 他表情说漏嘴了 他说他亲眼看到我妈被人侮辱了 开什么玩笑你 我没开玩笑 李警官 我现在怀疑那个徐文松 有可能就知道咱们这个案子的细节 甚至 甚至他可能就看见那个灵天勇行行的过程了 这发案之后 我们对徐文松也做了调查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 在案发现场 我们也没有发现 徐文松的足迹和指纹 照你这么说的话 他就是做了伪证 能不能把他先抓起来 那怎么能吵嘴抓人呢 我跟你说啊 你提供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调查 不过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 你千万不要看着精神 罗马行事 知道吗 好吧 我先回警局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啊 下次可不许回来了 知道吗 好好 知道 知道 慢点 对了 我今天 跟我爸摊牌了 你 他 他怎么说 他还能怎么说呀 他让我不要跟你来往了 说你接近我是为了利用我 我 我肯定会吃亏的 你 你觉得我会那样做吗 我猜 你会 爸 你跟踪我 对啊 我叫你离他远一点 你怎么不听话呢 走 跟我走 哎呀 我不走 我就是喜欢他 你 叔叔 我是真心喜欢菲儿的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菲儿幸福的 白儿 你别相信他 跟我回家 走 我不回去 你 菲儿 你别耍小性子了 先跟叔叔回去 有什么事 等叔叔气消了 咱们再商量吧 哎 哎 走 跟我回去 哎呀 我不回去 你怎么不听话呢 我怎么听话呀 我做什么你都要干涉我 我去国外留学你要干涉 我在孤儿院教书你要干涉 现在难道连我喜欢谁你倒管了吗 你 哎 叔叔 你别生气了 今天这个事情 错误的主要都在于我 要不 我回去好好帮你劝呀菲儿 龙长 你太过分了你 你松开 你干什么呀你 今天你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喜欢他 你跟他不会幸福的 他不是真心喜欢你 他是在利用你来报复我 爸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让我清楚一点 就是我跟他的感情 我们走吧 站住 爸 你今天就算拦得住我的人 你觉得你就拦得住我的心了吗 你 对 这是徐文聪的材料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有重大的经济问题 这两年 他和他们单位一个叫刘猛的领导 关系密切 这个刘猛现在涉嫌职务犯罪 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他 这样说来 卢子说的情况如果是真的 那么按他这样说 徐文聪当时在场的话 那么这个刘猛 就没有不在场的实践证 现在看来 他们两个人的嫌疑最大 你对 按你这么说 他们俩会不会有串供的可能 还有徐文聪的前妻的证词 会不会也有问题 这样 我们现在呢 把那个突破狗 放在他的前妻身上 您好生回忆一下 钟秘书死的那个晚上 九点到九点二十分 你是不是和徐文聪一直在通话 是 那么中间 有没有中断 或者是发生异常的情况呢 喂 说话呀 我现在不跟你说 我在看热闹呢 当时 他在电话里面说 要看出好戏 我就听到电话里面特别吵 好像有人在叫救命的声音 林天勇 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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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昨天晚上开始 他就一直不接我的电话 你还挺担心他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干 林飞现在挺好的 可是你 就不一定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用钱就能收歪我 林天勇 你未免点太天真了吧 这不是我的笔记 这个卡 这个卡也不是我的 行了 你就别装算 啊 我才最后问你一遍 到底是不是你害死我吗 两年前我就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是谁害了他 我现在再告诉你一次 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到底把分怎么了 我问你 你到底把分怎么了 喜闻搜 你真的这么不敢前面 嗯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嗯 我太了解你的为人了 要是我听了你的 背了这个黑锅 你肯定在我没把你拖下水之前弄死我 不是要鱼丝网破吗 可以啊 警察对这个应该很感兴趣吧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给我玩 这手里最近还有多少 你还要玩我到什么时候 什么叫我玩你 啊 只要你这次听过的 好好帮我摆平这件事 你的那些个秘密 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 好好想想吧 啊 我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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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条 你 轻说 你涉嫌做伪证 罗用公款造假账吗 对不起 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警察同志 你们肯定是弄错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们可都是尊心手法的好公民 是不是误会 你们说了不算 我们说了也不算 必须得奖证据 你是刘某吗 你也在我们的交产名单当中 你设限一起两年前的一种命的 对不起 请你也跟我们走他 是 请吧 明天勇 你别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人知道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奉劝你赶紧去自首 我保证你的菲尔没事 你要是不去 就别怪我了 我什么罪都没有 你让我去自什么手啊 你没有罪 你没有罪 要不是你拉着我妈去酒会 我妈能出事吗 要不是我妈要去送你 她能被人害了吗 要是你 我能进监狱吗 我能侯你们有分手吗 哦 吴总 当初你吃草的事情 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已经尽量给警察和法官求情了 可是他们都说 这件事情社会已经太恶劣 我也没办法 行了 你别再假惺惺的为你的罪行辩解了 要不 你现在就去自首 要不然 你就和我一样尝尝事与亲人的感觉 你 是不是只要我承认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你就会放个老的飞啊 没错 好 我去 但是 你要信守自己的承诺 这件事情 与菲尔不关 你不能伤害她 我当然知道跟菲尔没有关系 我也不想伤害她 我是真的喜欢她 可这一切都是你逼的 喂 什么 我妈大的有重大突破了 是啊 之前 你不是叫我注意那个徐文松吗 我仔细地查看了案情 发现 徐文松的前妻是一个突破狗 所以啊 我们就传讯了她 从她的口供上看 徐文松在一段时间 和她属于无通话状态 只是没有关系而已 也就是说 那个徐文松 有可能是在做伪证 再加上前一段时间 他们公司 发现她有重大的经济犯罪 报了案 所以我们在公司抓捕了她 没想到 这次还有异问收获 你看 密码的赶紧过来 啊 小小庄啊 我我 好像手机拉在哪了 我手机在哪 好 我说你呢 公司的全部都得脏了 importe哪 小道 呦 春弟师 怎么了 喝多了 嗯 明天有那个老王八蛋了 我请你画棉像的 你又敢做我的弄呀 哇 我不倒 就是你 程月子 身材挺好的 你救命啊 叫什么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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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婆 怎么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啊 我 我在看热闹呢啊 啊 哎 顺便说 嗯 准备说 做什么做 起来 准备说 哎 没事 就是两个聚会喝多了 发疯呢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那个徐文松 想用这些照片 威胁刘某 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等待着刘某和徐文松的 像会是法律的制裁 卢哲也明白 自己是真的错怪了林天勇 他坦白 自己并没有真的对林飞做什么 只是为他吃了一些安眠药 让他睡过去 自己则借机威逼林天勇自首 林天勇理解卢哲的心情 表示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 不愿意再追究卢哲的责任 啊 阿汉您的凶手 儿子终于抓到了 你可以屏幕了 妈 我给您报仇 我还错怪了好人 我真是个混蛋 罗哲 你不要过分的主任自己 要是你妈妈还在的话 她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难过 悲伤 叔叔 对不起 我从不爱你了 算算日子 也有整整三年了 现在 我心里还是很内疚 要是那天晚上 我让她早点回去 也许就不会 我也有错 你只在我 你恨我 我也不怪你 但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用菲尔的感情 我 我真的喜欢菲尔 菲尔他 他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昨晚哭了一宿 菲尔 菲尔 菲尔还是续尼人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他就在那边 你自己去跟他好好谈谈吧 菲尔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觉得你现在说一句对不起 还有用吗 你以为你说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当之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 菲尔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菲尔 你太让我失望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怎么给你机会啊 你之前接近我 都是为了利用我去报复 你之前对我所有的好 你都是虚假的 那我怎么再信任你 怎么再能给你一次机会 我承认 我一开始是想利用你报仇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呀 绝对没有半分虚假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我 五六七停 好了 今天我们做操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快进去休息吧 菲菲姐姐 怎么好久没见卢哲哥哥了 是不是上次 涛涛调皮惹他生气了 涛涛 卢哲哥哥 以后都不会来了 不过这不是因为涛涛 所以涛涛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和哥哥吵架啦 卢哲哥哥 卢哲哥哥 哥哥不在这段时间 你乖不乖 我乖 我最乖了 现在每顿饭我们吃三碗 哥哥跟我来 慢点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想用一辈子算你赔罪 让我陪你完成你的梦想 什么意思呀 我跟院长说过了 从现在起 我也是孤儿院的一名老师了 我要将我的幸福分享给所有的孩子们 幸福 什么幸福呀 因为你在我的身边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想用我下期待 你真的是 我家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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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measure 我家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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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家宅